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治国方略成为华夏政治文化的首善之举 但晚年的他因宠信小人不听忠言造成国家内乱 使自己死于深宫六十七日无人过问 其悲惨结局也为后世君王留下了前车之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子命有后命 伯爵七豪年事已高 仍加倍他劳 晋绝一己 免下败 天子可以谦逊 为臣却不可不敬 天恩浩荡 臣感激不尽 但小白身为臣子 怎敢又丝毫贪图天恩 放弃执守之念 臣再谢天恩 天子万一 万万年 七豪公 在贤臣良相夫坐下 经几十年奋斗 以无可比拟的文质武功 一步步走到了霸业的顶端 然而月满则亏 水满则意 再往前 就是下坡路了 能与国君同称臣万分荣幸 师父 今日只有你我二人 就不必再称我国君了 我跟随师父 已经几十年了 没想到 大业发展到今天 竟然能够威慑周氏 使周氏按照诸侯的意识 来确定天子 臣听说 民主贤臣 大都是虽乐而不忘其忧的 臣愿国君 不忘四十年前 逃出齐国时 看见贝修山 离宫大火的情景 愿管仲 不忘离开鲁国时 被关在囚车里的情景 臣更希望自己不忘 因为疏忽而在长述 遭到惨败时的情景 是啊 如果寡人和众大夫 都能做到不忘 那真是齐国的设计之福啊 突然想起一件事 哦 众父 就这样躺了听吧 国君恩准 臣就失礼了 此次周事 因敌数不分 仗又无序 险些酿成大祸 若不是众父 及时提醒 殃及诸侯 引起天下大乱 后果真是不堪想象啊 国君是不是想起六位公子当中 至今尚未确立 继承齐国军位的人 我这六个儿子 没有一个证实所生 全都是庶处 又有私党 将来 一旦我死了 他们很可能 因为争夺权威 而互相打起来 如果 传位给公子无亏呢 无亏为君 必乱国政 那 传位给公子招 只怕无亏不服啊 这 莫非众父 想起了什么事情 臣 想起当年 一件涉中 国君代沟的事 回秋大会之后 其侯自认为寿命于天 功盖天地 宫时 车辆 服饰 演习 样样 比周天子 有过制 而无不羁 凶 一定也是看在眼里了吧 其实 其侯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 不能去封泰山 善良富善 在称霸之欲上 受到了压抑 所以 无心在约束自己了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回到林姿后 我应造三规台 也奢侈享受起来 本想这样做 能为其侯 分担一点 国人的不满 可凶 看不惯 也不信我的解释 你是永远也不会 原谅我了 众父之机 日甚一日 没想到 竟至于此 请众父告诉我 众父之后 寡人当将国政 为以何人呢 可惜呀 能及相国之人的宁气 已经陷我而去了 寡人想交给包叔衙 不知众父之意如何呀 包叔衙 是个君子 但不能为以果正 为什么 包叔衙 爱增过于分明 这固然是他的长处 以此律即可以 责任则不可以 如若主持一国之招 这种长处 就变成短处了 那 西鹏呢 西鹏甚有暗机 也将不救人士了 什么 那开放怎么样啊 国君即使不问 我也会说的 以牙 数雕 开放三人 国君切不可再亲近他们了 开放 是魏国的公子 他 宁可放弃百圣之孙 跑到齐国来 当寡人的臣子 前年 他父母去世了 他都没有回到魏国去奔丧 这不正好说明 他爱寡人 胜过爱他的父母吗 人情之爱 莫过于父母 父母尚不能亲 怎么能亲国君呢 那 易牙怎么样啊 易牙 重其两只是个厨子 记得 我曾经跟他开玩笑说 不知人肉是什么滋味 他回去 就把自己三岁的儿子给杀了 做成了一盘蒸肉 这不是 他爱寡人 胜过爱自己亲生的儿子吗 人情之亲 莫过于儿女 连儿女都不亲的人 怎么能亲国君呢 开放 开放 一牙都不能用 那树雕总可以吧 他自宫 切断了男人的性命之根 来侍奉寡人 这 这 我才可以说爱寡人生过于爱自己的身体吧 人情之重 莫过于自身 连自身都不爱的人 他还能爱谁呢 忠夫 忠夫不必生气 这三个人我不用就是了 忠夫既然这么讨厌 这么痛恨的三个人 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议论过呀 臣虽不说 却如堤防一样 时时地防着他们 可现在 我这个堤防就要不存在了 这三个小人 很快就会变成横流之祸 泛滥成灾的 齐国 我是国君的起国 臣拜托了 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的想法 都会变成横流之祸 最后一位 我自己的想法 最后一位 是 最后一位 我自己的想法 都会变成横流之祸 一代名相宛仲 就这样与他不计涉钩之恨的君王告别了 齐桓公依照管仲的遗言拜习鹏为相 可是不到一个月习鹏也病故了 实际管烟列传 报书遂禁管仲 管仲既用认证于旗 以区区之旗在海滨通货基财复国强兵 旗为正也 善因祸而为福 转败而为动 齐桓公已罢 九和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谋也 我们三人一来报喜 二来报忧 有话就直说吧 包叔真是个爽快人 是这样 仲父死后 习鹏接仲父之后拜下 可不到一个月他也死了 现在国军只有请包叔出来 担任乡国了 本来嘛 仲父死后 齐国的相位理应由包叔继承 这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众望所归嘛 是是是 可是仲父他偏不同意 所以拜了习鹏为相 我们特来报忧 管仲父 管仲自己快咽气了 郭军请包叔来接替他 他就是不同意 明知道习鹏身上有暗鸡 活不了多久了 偏偏推荐给郭军 这不是拿齐国的设计开玩笑吗 是吧 是是是 我的能力有限 要辅佐国军称霸诸侯 不行 但是 要驱除坚硬 则复复有余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拜了下 你们可就在齐国的宫里待不下去了 非让我给轰出去不可 谱军称霸诸侯 就不要再推辞了 臣能多活几年 是臣的大幸 但却是国家的不幸啊 保卿 就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 臣的长处与短处 国君是最清楚的 若非要拜臣为相 臣不敢不从 只是 用贤勿心除恶 请国君罢黜一牙树雕 开放这三个宁臣 从今以后 不许他们再跨进宫门一步 这 可是他只是说 不让他们三个从政 并未说 一定要轰出工具啊 管仲是一代贤相 能藏污纳垢 但是臣不行 那 寡人依从就是了 他离不开咱们 谁 国君罗黜 想来 这么多年了 哪天 他不得让你陪着他玩 啊 让你陪着他睡 喝我给他做的八枕汤 现在 这 这一切 说 说没 说没就没了 我就不信 还能受得了 这就要看国君他 这也叫汤 什么味儿 比起一牙的八枕汤来 简直就是洗脚水 国君天生有口福之欲 不能没有美味啊 我看 还是把一牙招回来吧 这让他烹调 不让他过问国政 还不行吗 国君总是这么煎熬着自己 人都一下变老了 我看 非常好 真不该 不该 臣妾不该多罪 可 可齐国是国君的齐国 又不是他包树牙的齐国 国君为齐国 为天下劳劳了一辈子 也不应该这样克服自己 请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明镜与点栏目 据说此人有其死回生之术 人死就死了 回什么生 此人就是名叫扁鹊的名医 就让那个扁鹊进来说话吧 国君病得不轻啊 寡人何尝有病 国君的病已经越过激励 进入血脉 我看很快就要病入膏肓了 不可不治啊 来呀 扁鹊 为我行医多女 如此慧姬记忆之人 我还真第一次见 行医多喜功 行医之人 大多喜功 常把无病说成有病 治好了立刻扬名 说穿了先是孤明钓鱼 然后徒财 国君如此看待扁鹊 他不合适吧 要说有病我的病在这儿 心病 宝卿你来治寡人的病吧 宝叔牙可没有扁鹊的手段 国君说笑话吧 只要你同意让这三个人回来 我的心定就治好了 国君难道忘了管仲的遗言了吗 国君如此不听劝谏 是要知齐国于何地 齐国是寡人的齐国 不是李包树牙的齐国 人家人的区别人 法国人的区别人 有本地是帮助 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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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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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臣良相相继离他而去 风珠残年的启幻公 抱着昨日的辉煌 与生命的本能 做了最后的抗争 但是最终 他明明白白的 为自己选择了一个 悲凉的结局 夫人 扁鹊寓所空无一人 据说五六天前已经走了 也不知去哪个国家了 你下去吧 是 说明他活不了多久了 下手干嘛 快点 义牙等人编造谎言 不许任何人与齐桓公相见 三日后 见齐桓公未死 又将其身边左右之人 一律轰出宫去 并与齐桓公寝室周围 筑起三丈高墙 室内外隔绝 只在墙下留一小洞 早晚另一小内室钻入 大探桓公的生死 大探桓公的生死 但是一天天过去了 齐桓公仍奇迹般地活着 谁 是我 宫女掩和 郭君是不会知道我的名字的 每天晚上 我都在宫里 给郭君把灯点上 燕鹅 郭君 燕鹅 有粥吗 我饿 这种时候 哪有粥啊 热水也行 姐姐渴 热水也没有地方找 为什么 一压属雕作乱 先把守住宫门 不许人禁 后要筑起三丈高墙 完全隔绝了内外 哪还有痴呆 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秦鹅受过郭君的一次宠爱 所以不顾性命 越强而尽 只是想 向亲眼看着郭君 最好是怎么瞑目的 哈哈 呦 喔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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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他怎么聊得那么准呢? 我当初,就是没有听众父和包师父的话,才有了今天。 天哪! 小白就这样死了吗? 我有三个妻子,六个重前,十几个孩子。 现在,没有一个在我的身边。 只有你,给我送住。 我真后悔,平常怎么没有后待过你。 郭君请自己保重,万一有什么不幸,且愿意死所住。 我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不能就这样死 你快出去 出去找十四招 让他领兵 打进宫来 你告诉他 就是他不赢 也要留条性病 气出不去了 出去 从那个洞 那个洞出去 洞来有病 这要是出去 就会死的 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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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求你 那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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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去 滚去 我去 你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你 我去 齊国 我的江山 我什么时候 欺骗过你吗 齊国 你在哪 公子们口称同是先军骨血 江山大家有份 于是各站宫殿一角 彼此虎视眈眈 一时朝中成敌国 陆上绝行人 直到齐桓公死后的第六十七天 先军兵天六十七日 尚未入殿 你们却无休止的待着争权夺位 你们谁是忠诚 谁是要责 不要争到柯日 高达 请问先军遗体何时入殿 全听高达分 那好 请传令驻公子为我参拜先军遗体 让我炸人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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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桓公 明小白 继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下 死于周襄王十年东 在位四十三年 终年七十三岁